适逢感恩节,高雄市知名整形外科诊所举办了感恩捐赠公益活动,为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筹募照顾自闭额爱心源的建造基金。 而为了向诊所表达谢意,新兴儿组成了室内乐团,在现场演奏歌曲,动人的旋律配着爱心一举,也让感恩节变得格外有意义。 新兴儿室内乐团演奏奇艺恩典,动人旋律精彩的表演,深深打动台下观众的心。 感恩节这一天,高雄之间整形外科诊所发起感恩捐赠公益活动,捐赠对象就是新兴儿社会福利基金会。 由于基金会规划在高雄大树建造自闭镇的照顾家园、爱心源,经费高达一亿两千多万元,金额庞大。 承索期待抛砖引玉,让这群逐渐长大的自闭症患者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。 赞助他们呢,他们即将成立的自闭症的爱心源的建造基金,希望这些自闭症病童长大以后呢,可以一个永久之家。 那他们连迈的父母亲呢,也不需要再去照顾牵挂他们。 那这个筹募基金呢,庞大,所以呢,我就发动呢,各界呢,来做这个感恩捷的捐赠。 曹医师,这样常年在为肉事,为公益尽心,那我们接到这个讯息,真的也是内心真的很感恩,那也很高兴。 就说我们这些孩子也因为曹医院长的这样的一个举动,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孩子也是会比较有福气了。 筹募活动将为期一个月,除了号召各界响应之外,整形外科诊所也捐出年度盈余的十分之一,希望在耶诞节前夕募集到30万元。 本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,曹医院长认为施比寿更有福。 诊所成立25年来,每年都投入公益善行,选在感恩节这一天安排募款活动起跑,不少诊所的顾客及病患也纷纷响应,场面格外温馨。 尽我们一点点的绵薄之力。 这个诊所是我创立的,可是我是一个基督徒,我也是教会的长老,所以我们奉献说希望能够实义奉献,就是我们赚的钱十分之一,能够回馈给别人。 在教会我们回馈的教堂,或是牧师或是上帝,那在社会我们希望回馈的对象是需要帮忙的人,所以用这种感恩节来启动,这比较贴切。 我们也让孩子来奉献,就是说用他们的天赋,音乐天赋,可以来对他的感谢。 为了向诊所及爱心捐款人表达谢意,星星河也用他们的音乐天分,卖力地演奏动人的曲目。 期待不久之后,这群自闭症患者的避风港爱心语言,能够在各界爱心帮助之下建造完成。